咖啡不叫汁 一口就入魂 大家好 我是被你们搞懵了的小刘小牛 或者是小油 如果你是在家里边还没入坑的咖啡新手 看到这么多的咖啡器具 是不是觉得有点头大 如果你是咖啡爱好者 这么多的器具做出来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要怎么选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首先这些器具都是比较常见的咖啡器具 我们今天聊一聊 它每一款咖啡器具的一些特点 以及它做出来的咖啡的一些区别 我们先抛开义式咖啡机部件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钱去买义式咖啡机的 相比下来 这些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块钱的这些小器具 对于大众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压力的 为了体验出每种器具的差别 我用同一种咖啡豆来制作 我选了一款我一直在喝的日晒的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它是乔治队长的迷你巴勒 这个豆子它的香气非常水果 特别是它放凉之后 有那种很特别的青苹果的香气 当然我描述这些风味 仅供参考 因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你可能喝不出来 或者是你喝的跟我喝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风味到底是玄学还是科学吗 首先我说法牙虎 它其实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平民神器 为什么 它既可以做咖啡又可以打奶泡 而且是这些器具中 它入门最容易操作最简单的 用个热水壶就能做咖啡 它价格也非常便宜 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个 法牙虎它是属于浸泡式的萃取 因为抹好的这些咖啡豆 它放在这个壶里面 是水和咖啡豆一直浸泡的状态 豆子的研磨度会用稍微粗一些 水温可以用90度左右 萃取时间的话在一分钟左右就行 所以说这个器具它的制作步骤极其简单 而且它不容易失误 因为它不需要用氯质 只是用金属的过滤网 所以说它的咖啡液体中 会有一部分的极细咖啡粉存在 然后你看这就是法牙虎做完之后 它杯底微微的有一些这种极细粉 但是喝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反倒是这些极细粉会给咖啡 带来一些这种复杂的香气 能够增加口腔的触感 喝起来之后感觉会更加的厚实 它这个上面描述的是巴勒 orange sugar 橙子糖 还有乌龙茶 它描述的是这个风味 然后我用法牙虎做出来的味道 它的风味以及香气表现的更复杂一些 喝起来非常非常的浑厚 接下来是聪明杯 聪明杯的这个方式 它跟法牙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像 都是属于咖啡粉和水浸泡设的褪血 但是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它做完了之后 它是需要把它再过滤出来的 我做聪明杯 我习惯用跟法牙虎差不多的粗细度 研磨好之后 直接用热水浸泡一分钟左右 过滤出来就可以喝 操作的步骤也是机器简单 入门的门槛也是极低 跟法牙虎一样 它是不容易出错的机具 非常适合入门 因为聪明杯做咖啡的它的变量不多 所以说它每次做出来的咖啡 一致性非常好 它也非常适合咖啡门店做统一化的调整出品 聪明杯这种浸泡式的萃取 它的咖啡在整体的口腔里面 非常的圆润 触感很满 像这款野菜的话 它用聪明杯做出来 它就有干净度 酸度也很柔和 带一点茶感 喝起来就非常舒服 摩卡糊的这种萃取方式 它也是属于过滤式 它是热水在下壶 然后穿过中间的粉层 萃取出来的咖啡物质到上壶 但是它是带有压力的 所以说有很多人用摩卡糊会制作 带点CREMA浓度高一点的咖啡 然后再加水或者加牛奶 稀释后再喝 单独喝的话 它酸的一瓶 就是用摩卡糊 我还是推荐建议做 稍微深烘焙一些的 拼配的咖啡豆 像这种浅烘焙的 也不是不能做 也可以做 你们也看到它其实没有什么油脂 但是喝起来的话 其实味道也还OK 只不过它没有油脂 我还是更建议用拼配的豆 做出来之后加牛奶 毕竟做出来的咖啡 它浓度比较高 加了牛奶 刚好能平衡一下味道 埃了压 这个器具你大眼一看 它就是一个大针筒 但是它可玩性非常高 它可以正压 也可以反压 另外咖啡豆 盐磨的粗细度 要比手冲的 要细很多 而且它的萃取 是带有一定的压力的 很多人都喜欢反压倒饭过来 注水搅拌 最后放在杯子里边下压来萃取 最后的下压时间非常重要 所以说要根据咖啡豆不同的特性 来调整下压的速度 不过下压的时候还是比较费力的 这个做出来它喝起来 你如果细品的话 它真的跟别的器具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它有着很圆润很醇厚的这种口腔触感 而且也很干净 但是这个器具真的我不太推荐新手去用 因为新手操作不好 能做出来的咖啡变化幅度非常大 这个器具我觉得它变的因素多 比较适合进阶的小伙伴来用 接下来是我们常见的手冲V60 V60为什么在市场这么常见 一是因为手冲的做出来的咖啡 它真的很全能 它能根据不同咖啡豆的烘焙度 味道的特性 它可以能做出不同的冲突方法 一刀流 两段式 三段式 松卧式 之前看到某大神宿舍的上下步驶等等的 无其不有 高啊 实在是高 入门的门槛也不高 另外冲突比赛棉都很火热 能推动行业里的各个环节 玩自烘焙的 做手冲器具的 手冲配件的等等的 再加上手冲咖啡整体的调性 跟我们茶的这种调性有那么点类似 所以说手冲V60它算得上是咖啡玩家以及咖啡馆的标配器具了 手冲做出来的借款咖啡豆 我觉得是目前我今天尝到的用所有的这种方式做出来表现最好的一个了 它不管是从干净度上变还是从口感的厚实度上变 还是从香气上来 我觉得它表现都非常棒 会让我误以为它这是咖啡豆是水洗的 实则它是日晒处理 它有点这种日晒水洗傻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了 我觉得V60的方式把它miniBala的口感表现的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这也是为啥V60这么常见的原因 Kemex这个器具它很神奇 因为这个器具它是需要用专门的绿纸的 这种绿纸它相较V60的绿纸它要贵得多 它要一张接近一块钱了 这个糊它是属于上下一体的 制作完成之后滤纸拿开 直接咖啡液体就可以往外倒出来了 其实是跟手创咖啡有点类似 Kemex的味道呈现它其实没有V60的味道厚重 可能是因为它滤纸以及滤杯的原因 滤纸看起来这么厚 其实它过滤的水的速度是挺快的 所以说它做出来的咖啡的酸感会更突出一些 跟V60来比的话 它没有V60的这种风味表现的突出 我觉得它适合这种 烘焙度稍微深一点的咖啡豆 或者是酸度值低一点的咖啡豆 总之这个器具它做出来的咖啡 跟V60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有人会为了这个壶的设计买单 出品做咖啡是OK的 但是滤纸真的太贵了 最后我说一下冰滴壶 这个小器具是夏天必备的小神器 冰滴壶制作咖啡 它跟这些所有的咖啡原理都不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低温长时间的萃取 冰水加冰块 粗研磨 那研磨度可以参考打牙壶的这个研磨度 全都进食完了之后 再把它开销 差不多就是2秒一滴左右 这种家用的这个冰滴壶 滴完一壶差不多要4到5个小时 跟用热水萃取咖啡 再加冰块做出来的咖啡完全不一样 冰滴壶做出来的咖啡 它那种纯厚感和干净感是任何器具都比拟不了的 非常适合夏天 当然如果没有冰滴壶的小伙伴 你也可以直接找个器具 就比如找一个小壶 把咖啡粉和水泡在一起泡一晚上 再用纸过滤 这种方法也不是不可行 但是我觉得冰滴的这种做法 它做出来的纯厚感和透亮感更好 最后总结一个表格 我把每款器具的特点 以及他们做出来咖啡的差异供大家参考一下 另外乔治队长这款豆子表现还不错 喜欢水果调性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咖啡不较真 一口就入魂 我们下期见 Cheers 我下期见 ulen 都是 KEL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